我认为敌人也很好的战争 时任日军十四军司令官的本坚雅琴 本坚雅琴对菲律宾的侵略刚取得了重大战果 就在不久前巴丹半岛近八万美军及菲律宾军队向其投降 镜头中的本坚雅琴不无得意地向高松宫学人亲王讲述着巴丹半岛的各种战绩 并外其为了尽快占领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据点克雷吉多岛 下令让近八万名筋疲力尽已投降的美军与菲律宾军队开始了残酷的巴丹死亡行军 这位其最终被处死埋下了伏笔 镜头中为1942年5月5日 登陆克雷吉多岛的日军正向美菲军队发起猛攻 此时美菲军队的最高指挥官为美军中将温莱特 而麦克阿瑟已早在三月从此岛离开 其在抵达澳大利亚后还发布了一则简短的声明 就我所知 美国总统命令我冲破日本人的防线 从克雷吉多岛来到澳大利亚 目的是组织对日本的进攻 其中主要目标之一是援救菲律宾 我出来了 但我还要回去 镜头中回日本登到第二天5月6日下午 美菲指挥官温莱特决定向日军投降 镜头中温莱特向本间雅琴的参谋中山大作表示 要与本间当面商谈投降事宜 中山大作将温莱特一行带到巴丹半岛上的卡布卡本一所 带有游郎的房钱 并让谈判的美军站成一排让日本记者拍照 镜头中本间雅琴抵达谈判会场 辞职下午5点 随后投降谈判正式开始 谈判中 尹温莱特的投降书中 没有菲律宾南部的米沙烟群岛和棉兰老岛 其已将指挥权归于夏普将军 并表示夏普职听命于远在澳大利亚的迈克阿瑟指挥 本间雅琴做事 以终止谈判恐吓 在温莱特表示 愿意承担菲律宾群岛全体美军指挥官的责任时 本间雅琴却羞辱式地告诉温莱特回去想好后 去找当地联队长投降 再到马尼拉见他 温莱特于当天晚上 见到第61联队联队长佐藤大作后 最终在一份接受日军全部要求的投降书上签字 镜头中是1942年5月9日 温莱特签署投降书第三天 日军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迎接本间雅琴及其军队进入菲律宾首都法尼拉 日本媒体大肆宣扬称 本间雅琴击败了美军占领了菲律宾 建立了日本战史上不可磨灭的战功 本间雅琴一时风光无限 镜头为本间雅琴在马尼拉路程 仪式一个多月后被召回参谋本部 接任本间雅琴出任第14军司令官的田中静一 率领一众人员为本间送行 作为战犯的本间雅琴 还因为酷爱写尸被称为诗人将军 镜头中为1942年8月14日 归国多日的本间雅琴发言 中间还不忘加带些诗意 其先是夸敌军打得好 然后表示及部下更英勇数倍或者数十倍 还抒情道 众多逝去的天皇陛下忠勇的赤子 有的在丛林 有的在大海 还有的在陆地 现在镜头来到1946年2月 马尼拉军事法庭本间雅琴庭审现场 镜头中是多诺万 瓦尔迪斯和特鲁多三名军事委员会成员 镜头中坐立不安的本间雅琴正在听取证人的证言 其身旁的是他的辩护律师之一 镜头中检察官本间名施瓦茨正在发言 其是本间雅琴审判中唯一的海军检察官 另外本间雅琴布置八单死亡行军的罪行 其在抗战胜利后被中国列为重要战犯 其率副清华冠用毒气 1938年武汉会战 时任二十七师团长的本间雅琴下令 在麒麟峰等地多次使用毒气弹 造成中国守军大量人员伤亡 1939年4月本间雅琴再次批准对河北河间释放毒气 同样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还有臭名昭著的参加南京大屠杀美人 获得一枚勋章的吉田大队 其师团指挥官正是本间雅琴 镜头中本间雅琴正认真的做笔记 希望能编造出自己无罪的说辞 其旁边换成了首席辩护律师斯基恩少校 欲询得生路的本间雅琴 极力讨好指派给自己的八人辩护团队 其表现的卑微态度配上流利的英语 加上出色的语言组织能力 使辩护团对本间雅琴好感大增 此外本间雅琴十分精明地少谈战争 而是向辩护团诉说自己的生活 即将自己塑造成拥有高尚情操的七英美派 比如参加过乔治六世国王的加敏典礼 去过巴勒斯坦和阿富汗 还在印度生活了多年 他见过甘地丘吉尔和穆索里尼 曾多次到美国旅行 还被市长拉瓜迪亚邀请到新建的帝国大厦的顶部 还大谈自己曲折的情感和现金贤惠妻子 本间雅琴使用他擅长的语言感染能力 让旁人从心里认为其绝不可能会犯罪 这对其辩护律师影响很大 甚至案件才刚开始审理 一位辩护律师就在日记中写道 本间雅琴身材惊人 具有英式口音的英语高昂轻柔 另一位叫佩尔兹的辩护律师 更是在日记中写道 本间很有魅力 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 但实际上其犯下的是掩盖不了的累累罪行 就如镜头中主要围绕的巴丹死亡行军来说 本间雅琴始终表示不知情 但一位名叫吉米·巴尔达萨雷的军士 除了描述了死亡行军的酷刑和杀戮外 在看到本间雅琴后 更是直言在死亡行军路线上 看到本间雅琴乘坐一辆有某种黄色贴纸的公务车 本间雅琴直接置于犯罪现场 此外已证实的是当时本间雅琴的指挥部 离死亡行军路线不超过150米 镜头中本间雅琴变得越来越紧张 眼神开始飘忽不定 一位辩护律师记录道 随着目击者不断涌来 本间雅琴的情绪和神态明显发生了变化 他摊坐在座位上 心不在焉地盯着地板 他有好几次拿出手帕 不住地掩面哭泣 镜头中这场庭审对本间雅琴来说很特殊 他的第二任妻子傅世子作为其品格证人出庭 辩护团认为其出庭会给人带来同情 现场法官向傅世子询问了本间雅琴的性格及爱好娱乐 但这些对本间雅琴所犯下的罪恶并没有什么帮助 如现场一位美军少校所言 他讲话时 我被虐死朋友的遗骸一直在我眼前出现 但或许是本间雅琴吉利营造的 其是一个十分体面且不会犯罪的人加上辩护团的作用 五人委员会最后判处本间雅琴为枪决 免去了绞刑不体面的死法 其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正如此案 首席检察官弗兰克米克中校所言 他知道他的罪行 因为他的司令部距离死亡行军只有100多米 当时有7万多名美国和菲律宾人硬拖着自己过去 如果他愿意倾听 他就能听到垂死者的尖叫声